大家好,我是東京走著講的鮑勃 新宿是東京甚至日本數一數二的鬧區 新宿地區車站每天的乘降人數超過400萬人 因為這個驚人的人流,餐廳的需求量也非常大 根據日本最大的美食評論網站Tabelloku 光是新宿地區所登入的餐廳總數接近5500家 這次鮑勃跟大家介紹新宿推薦的25家餐廳美食 以為25家有點多,所以我就拆成兩集 這些美食都是利用Tabelloku以及Google Maps所找的 所以基本上符合大眾的口味 但不一定會符合你的口味,所以希望還是有參考價值啦 另外有些餐廳是有分店的,所以在其他區域也是可以找得到 最後大家可能會覺得拉麵的比重佔比較多 因為新宿的確是一個拉麵天堂 所以我們這次的拉麵店大概佔了30%左右 但數下了那麼多,我們廢話不多說就看下去吧 風雲兒是一家東京沾麵的名店 已經連續四年在Tabelloku拉麵百名店的榜上 也是鮑勃最喜歡吃的沾麵店之一 這家店的湯頭是採用雞白湯跟魚介所混合 然後再花上一天時間熟成 非常推薦喜歡濃厚湯頭的人 另外一面是使用國產小麥粉製成的中泰麵 非常有嚼勁 包布點的特製沾麵1100塊日幣 價格合理而且分量算蠻大的 絕對可以吃得很飽 Cafe Alia是一家已經開業35年的咖啡店 地點不是很齊眼,所以要稍微找一下 這家店的特色是用銅板烤的法國吐司 外酥內軟非常好吃 你可以選擇加蜂糖、藍莓或是香草冰淇淋 包布點的蜂糖法式吐司 720塊日幣 不太吃甜的人也可以選擇740日幣的帕尼尼 烤得十分到位,然後加上生火腿真的不錯吃 Cafe Alia是開在各武器廳裡面一家營業24小時的日式炒麵店 很適合晚餐吃不飽還想要來一份宵夜的人 如果你喜歡日本夏天的廟會炒麵的話 那這家店的好吃程度就是下一個等級了 吃起來有嚼勁的麵加上清脆的豆芽菜 然後跟生蛋攪拌均勻 看似樸實無華,但吃起來味道十足 鮑勃想起了台灣的鐵板麵 Le Pond de Joël Hobuchon 是知名米其林三星主廚 所打造的麵包百名店 新宿以及澀谷都有店 這家店的麵包是以法式長過麵包 以及鄉村麵包為主 然後做出各種不同的變化 買完麵包之後可以直接到旁邊的 Le Cafe de Joël Hobuchon 享用鋼板的麵包 這裡早上8點就開了 而且又在車站附近 絕對可以當作翻幫東京自由行的一日開頭 東京總共分店數5家的 Takahashi總店就位在於新宿 開店時間中早上是1點一路到凌晨5點 所以也是一家非常適合當宵夜吃的一間店 這家店所使用的湯是豚骨加上烤肥 所調配出來的獨特湯底 麵是來自於利木仙的作業拉麵 特色是非常Q彈好入口 包伯點的德製鹽沾麵1180元日幣 如果肚子很餓的話 我建議加點一個300日幣的和風叉燒凍 所使用的是知名產地新鮮的麵 非常的好吃 我們接下來介紹的麵包店 澤村麵包在新宿車站旁邊 地理位置相當好 這家麵包百名店來自於清景澤 特色是使用20種不同的粉 低溫長時間發酵將麵包的香味完美的帶出來 買完麵包之後也是可以直接坐在旁邊的餐廳享用 如果早上時間充裕的話 我建議點它1400元的培根蛋早餐 有湯、吐司、沙拉兩個蛋 培根、熱狗、飲料 應該可以吃得很飽 接下來介紹的Curry朝整 是咖哩百名店之一 咖哩的特色是使用大量洋蔥 配上自家製的香料 然後加入少量的油 雖然濃厚但不油膩 包包點的番茄、蝦、咖哩飯1030日比 然後加個120日元的起司 讓整體香味又提升了一個層次 另外這家店也充滿了文青風格 整個木質調的裝潢讓人感覺非常的舒服 炸豬排店歐烏肉集開店於西元1921年 已經快有100年的歷史了 這家店也曾經得過兩次炸豬排的排名店的榮譽 這家店的炸豬排也特色 它炸出來的形式桶狀的 然後每一塊的肉大約1公分以上的厚度 肉質柔軟而且很多汁 除了炸豬排以外也推薦這家店的炸蝦 皮並不會很厚 所以可以原原本本吃到炸蝦的味道 不會扭膩 麵無祥是拉麵百名店之一 總共有三家店 總店就位於新宿 包伯點是店店人氣No.1的鹽拉麵 湯底是雞肉熬煮而成的 看起來好像很油 但其實吃起來還蠻清淡的 鹽拉麵算是拉麵當中熱量偏比較低的種類 所以相對來說會比較健康無負擔一點 另外這家店所使用的細麵也非常好入口 我覺得最威的是這家店的叉燒 加點胡椒吃雞感爽 這家店的餐廳 是自私養食百名店之一 自私養食就是從明治時代傳承下來的西洋料理 具有代表現的食物就是蛋包飯 可樂筆 以及漢堡排 這家店所使用的豬肉是來自於鹽手餡的高級豬肉鹽中豚 特色是沒有酸味 肉質柔軟 然後肉跟脂肪的比例恰到好處 包伯點是200公克的培根漢堡排 然後加上cream mustard sauce 真的是濃厚好吃 包伯在寫介紹的時候邊寫邊流口水 好想再吃一次 喜歡吃蛋糕的人應該就會知道位於新宿園附近的Kens Cafe 也是纏連好幾人的蛋糕百名店 這家店的3000塊日圓巧克力蛋糕被稱為巧克力蛋糕的頂峰之作 是採預約制的方式所以大家可以在網路上先下訂單 巧克力蛋糕最重要的巧克力是由世界頂尖巧克力豆莫利的創始人 親自調配出世界獨一無二巧克力 然後每個蛋糕都純手工製造 冰的吃 常溫吃 微波後熱熱吃都超讚 這一集的最後一家店我們來點不一樣的 星巴克 好啦 在暴怒之前先聽我解釋一下 這家星巴克於2020年3月開幕 是第一家進駐於新宿園的民營企業 店鋪面積為168平方米 店內有50個位置 特色是可以看到星宿園的絕佳景色 在星宿園晃晃走走後 到這邊悠閒的河杯咖啡真的很享受 以上就是第一集的12家餐廳介紹 希望大家會喜歡 其實我們也清楚很多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全盤介紹到大家想要看餐廳 畢竟預算和時間有限 但我們會盡可能努力地慢慢拍攝更多美食 也請大家耐心等候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見 掰掰